那我還是很誠懇的希望不只在場的召委主席 也希望國民黨的總召大黨編副總召呢 能夠明確的來保障我們在委員會裡面有充分的意見交換 待會我們不管程序發言也好 還是其他的對於內容我們的意見交換也好 我們都能夠讓本委員會能夠在下周未來持續的進行 直到有完成公聽會為止 主席請問可以接受這樣的一個請求嗎 或者我們的副總召可以答應這樣的一個請求嗎 因為現在你們人數顯然多數 你們在表決又是停止討論 就是要繼續 中召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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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剛剛的問題是這樣 你說我也不反對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你要怎麼排你的議程 我都沒有意見 以前你們就是出委員會 我想排也沒得排 依照我們依法院的內規 只要這個法案出委員會 其他的招委想排都不能排 也不能排公聽會 也不能排其他 我跟你講 我不是因為你剛剛講的那樣我其實聽了我不是很認同啦 你聽了我都不認同 我口齒不清啦 你希望今天就出委員會 除非我口齒不清 不然我剛剛講得很清楚就是你排什麼議員 你今天要出委員會 副總召下令你今天要出委員會 跟那個 中召委 跟立法院執言行事法一樣 中召委 你現在就是要副總召下令 今天比照國立法院執言行事法 今天要出委員會 蛤 不是我跟你講 你上次說什麼我受誰指示 然後今天又說副總召來邊指揮 我跟你講 講那就沒意思了 我在這邊再跟中召委報告一次 再跟中召委 每次副總召出現 我們的常委時間就會被加縮 發言時間就會結斷 我再跟你報告一次 我不受任何人的指揮 很好 我跟你一樣你也不受任何人指揮 我們都一樣 還是你要在那邊告訴我們 我們受立法院的會議規辦的約束 我們都不受任何人的指揮 我們就在那邊把地方人的工作做好 就這樣而已 不要每次都扣帽子